全台各地有很多私人猫狗园 和自发喂养流浪猫狗的爱爸爱妈 但是他们在金钱和饲养上都遇到不少困难 因为其实走访了很多狗园 我们会发现 其实粮食已经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了 很多爱爸爱妈都跟我说 都没有人会去愿意帮助我们医疗的部分 那现在狗狗可能勉强吃得饱 但是他们受伤了怎么办 他们每个月都需要花很多很多钱 去做那些除草啊除虫 那这些怎么办 我们吃饱了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 那他们还能继续好好的活下去吗 我们一旦去助养了这个团体 去助养了这区域的流浪狗流浪猫 那我们就是要从他从头到尾都照顾到好 就是不可能说 就管你吃好就好 我们希望做的事就是 能够照顾这13只狗狗 11只猫咪从头到尾 然后直到他善中为止 好好善待动物协会 发起浪爱回家 实际依靠和生命教育 三项募资计划 优先救助弱势园区 提供志工服务 给予粮食医疗和修缮补助 也与爱爸爱妈合作 倡导干净喂食协助送养 那我们主要有帮助的地方 就是实际依靠的食就是粮食 那医就是医疗的部分 那靠的话就是修缮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选定要受处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一直去寻找那种比较弱势的团体 比较可能是比较不会善用媒体 大家比较没有被人发觉 然后可能他们比较没办法 自己去莫困的对象 我们会首先帮助这些弱势团体 就是狗的爱爸妈的部分 为了增进动物福祉 推广友善动物的观念 协会也开设动物生命教育课程 其实除了帮助以外 我们也很希望把一些动物的一些观念 动宝观念去推广出去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去改变 就是大家对待动物的一些观念 每个礼拜都给他上一本 完全免费的生命教育公理课程 然后就是希望能把这些 很小很小很简单的观念 先圣根给小朋友 然后让他们从小就去接触动物这一块 那希望他们长大 就是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观念 然后去好好善待自己 也善待动物 善待我们就是身边的所有人